看的是農委会把它定位成单一事件 到现在还查不清楚来源 但是如果来源我们不查清楚的话 我们怎么能有效的克制 或者是未来農委会如何更有效的去稽查 这些协助在農 这些后续如何去做更好的管理 到4月21号总共有上百万颗含戴奥新的鸡蛋在外面 可能这些鸡蛋已经几乎都让国人吃下毒 但是我们不仅要质疑 我们也担心如果没有把戴奥新毒鸡蛋的来源查清楚的话 未来会不会还有类似的状况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新鸡蛋 希望大家可以给大家大规短的心理 谢谢大家